今年度桃園市的机车太教换新补助要来啦 环保局以六都最高的补助方案来规划相关草案 暂定今年机车换电动机车最高补助9000元 但仍有一万辆的数量限制 目前全岸人有待桃園市政会议讨论决定 我们桃園规划今年110年度的太教一世骑老旧机车 换购电动机车每辆补助9000元 限量一万辆 那么淘汰换购7骑燃油机车每辆3000元补助 限量一万辆 目前这些都是我们的草案 需要等待市政会议通过发布后为准 现在民众若要购买电动机车 可享有环保署、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的补助 将这些金额加总起来 桃園市民若要在今年台湾救机车 购买一辆普通重型电动机车 那最高补助可上看2.6万元 然而这些补助对民众来说 却似乎没那么有感 针对环保 我个人会很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说在补助上面不是那么的 比例上没有那么的有帮助的话 我会觉得还是会倾向就是继续在骑传统的机车 电的补充上面要便捷性够多、够好 例如就像加油站的状态这么的轻 这么的简单就是很容易就是可以找到加油站 还可以补充自己车子机车的电力 这个情况那会让我更想要换成电动 因为现在目前在做电动的那个补充上面 有时候好像不是很简便 目前全桃園市共有7万5千多辆电动机车 市占率约达6% 更有1200多座冲换电站 位居6都之冠 但距离达到电动机车普及化 冲换电站和加油站一样便利的期望 仍有段努力的空间 有待未来市府与市民们 一起继续沟通、协调、配合 共同打造桃圆成为节能、减碳、空气好的桃花园 记者刘雨婷、桃园报导